电影年会不能停很争气啊 已经突破10亿票房了 之前我跟很多人安利说这部片子不错 大家去看一看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看过了 回来都给我反应啊 真的是跟真实的职场上很多情景啊 都可以完美契合 挺不错 而且还有不少二刷的 这片子豆瓣的评分也从一开始的8.0 现在涨到了8.2 整个贺岁党 不管是金手指啊 还是前行啊 还是《非诚勿扰三》 还是后面的爆裂点怒潮啊 然后还有最近的临时结案啊 可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到现在为止影院里面 你如果让我推荐看 我还是推荐年会不能停和三大队啊 三大队没错 他还在演啊 已经演了一个多月了 还在演 而且每天还有几百万票房 所以最终年会不能停的票房 估计能到12亿以上 三大队能有7亿多 这两片子都挺争气啊 也算对得起我一再推荐吧 有些朋友说 年会不能停 如果在春节党 肯定能更爆炸票房 我倒不这么看啊 我觉得他在贺岁党很好 元旦党 因为没有太好的喜剧 就一部《非诚勿扰三》 算是喜剧 结果还非常的拉垮啊 相当的拉垮 春节党可就不一样了 春节党喜剧扎堆 你要到了春节党 面临的可就都是 大体量的喜剧片的竞争 那还得再夸一嘴 大鹏啊 大鹏导演 主演的电影 在200 在2023年到2024年 一共有四部啊 每一部都可圈可顶 保你平安 热烈 然后他主演的 第八的嫌疑人 可最后这个年会不能停 都不错啊 所以2023年可以说是 大鹏的事业起飞之年 就会是这样的事业起飞之年 我看着你平安的事业起飞之年 就会是这样的事业起飞之年